團友不買東西攝時間 九蚊團哪有賺 玩了一天 要看的看完 要吃的都吃完 是時候回家了 這餐是不是很清淡 清淡一點 有益 沒有鹽 魚是冷的 還有酒店 快去 買醬汁摺進去 快點摺進去 有第四個不一定 醬汁摺進去 醬汁摺進去 我沒有吃 醬汁摺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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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得很開心 看見大家買得很高興 團友就沒有說錯 導遊哥偉偉收多 50元服務費 整團49人都幾和味 查實推出這個9元團的大行家旗 一向都是主打平價巴士團 9元團費 給多10元做會員 下次報名買一送一 即是連買導遊費最便宜 54.5元 不過遲了報名 要創旅遊巴頭排位 就要加多44元保險 不參加的都是些退休 上了年紀的人 自在給個幾十元吃兩餐 過一下日神 但團費計落都未算很貴 旅行社是否有賺的 有業內人士就說 香港旅行社 是將整個團賣給內地旅行社 再以人頭價5至8元 逐個景點收容 而內地旅行社營運費 就由導遊的50元服務費 和團友購買抽樣得 有立法會議員提醒 參加得這些團的團友 記得自己買旅遊保護 因為旅遊業賠償基金 和旅行團意外援助基金 通常都不拋一天團